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某某的頻道 我們現在人在歐洲的比利時 待會要帶大家去逛比利時的首都 布魯塞爾的聖誕市集 那前幾天已經去了其他的不同的聖誕市集 然後剛剛我們在買火車票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現在有聖誕節期間的特價 坐火車來回只要10歐元 但是 我們前幾天都不知道有這個消息 所以我們在機器買票的時候 它並沒有自動的折價 你要到Promotion這個地方去選才會有特價 是不是很兼紮 大家下次如果在聖誕幾間來的時候 到歐洲買火車票 記得到機器那邊去看一下 有沒有Promotion這個特價這個選項可以選擇 那等一下就帶大家去逛布魯塞爾的聖誕市集喔 我們現在上火車了 然後今天的這個車廂比較好一點給大家看 之前坐過幾次車廂都是很破爛的 今天這個比較好 然後我們大概要坐一個小時會到布魯塞爾 到布魯塞爾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從這個很漂亮的夢 走到市中心的聖誕市集 剛剛買了這一家的馬卡龍 然後我買了一盒六個的 跟另外一個這個是 開心果 開心果現在直接來吃 開心果的馬卡龍 看一下裡面 超好吃的 這一條街呢在布魯塞爾當地 然後 然後根據我是有說法 他說這條街很多就是觀光客都會來 然後這邊的餐廳都不是本地人開的 很多都是外來人 然後他說都是賣一些就是 據說是這邊的料理 可是都是不太好吃的 不過 這邊還是蠻漂亮的 可以走一下 哈囉 我們現在到了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主要廣場 可以看到後面有一棵很大的聖誕樹 這裡超漂亮的 然後市集都在 我後面這個方向 我們等一下要往這邊走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身高 在這裡算是蠻矮的 我其實 有點怕不好擠進去聖誕市集 不過我盡量看可以拍到什麼 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賣 朋友就是我那天跟你們說 他們聖誕節會吃奶油麵包裡面包糖 這邊是賣熱紅酒的 他們聖誕節這邊都會 喝熱紅酒 巧克力熱紅酒 我可以加進了口味烈酒 萊姆酒跟 菲里斯那個奶酒 我們來試一下室友剛剛買的熱杏仁紅酒 法文乾杯是 甜甜的很好喝 假裝應該比較不好找到 喝的紅葡萄酒 然後加上熱的杏門烈酒 杏仁烈酒 我們現在回到主廣場 等一下應該是在10分鐘 這邊就會有燈光音樂秀 我頭髮都濕了 因為一直在下 現在趁那個燈光秀還沒開始 跟大家講一下 後面這個是布魯塞爾市政廳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左邊跟右邊 是不對稱的 就是你們數一下 左邊跟右邊就會發現 欸怎麼好像這邊比較長一點 據說這個建築師 坐出來之後發現 欸怎麼兩邊不一樣 然後他就 就是到這個市政廳的最上方 然後就是往下跳 然後就是往下跳 是不是有點悲傷 對面那個 以前是國王住的地方 然後現在變成一個 禮物館 其他的後面這些樓 算是工會 現在整點 然後燈光音樂秀開啟 好 顏色變了 你們有看到嗎 有一種懶到迪士尼的感覺 我們現在找到比較大的一片市集 你看 可以看到我後面 很像逛夜市的感覺 買了這個漢堡 起司漢堡 然後 他有很多醬可以加 芥末 然後 咖哩的 番茄醬 一尾酒醬 還有美乃滋 起司跟洋蔥在裡面 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他是 把那個 義大利麵在起司裡面 滾 私人買了一個 他說是炸魚 然後配上塔塔醬 很像那個 升級版的布拉皮 我在這一攤買了一個 白巧克力配檸檬 試試看 它裡面是那個 棉花糖 看不太到 裡面是軟軟的棉花糖 台灣好吃的 而室友又在買酒 比利時人都要走一走就要喝酒 歐洲人真的很愛喝熱紅酒 你看 這家也有 你賣吃的 不管你賣什麼吃的 都沒有賣熱紅酒 每一餐都可以買到熱紅酒 這邊也是 我們又買了一杯杏仁紅酒 你買的時候他們給你一個杯子 然後會有押金一歐元 你到別攤去買的話 就是他就不會算你這個一歐元 然後最後你還這個杯子的時候 他也會還給你一歐元 現在進來 因為我想要找熱巧克力 外面都在下雨 然後我的手都已經 把他變得好僵硬 全都是 喔這個雪人好可愛喔 發現這個限制級巧克力 奇怪 奇怪 體味的巧克力 你可以選你要的巧克力的口味 看上面這個地方 他就會把那個 巧克力是在下面 然後加牛奶 你就攪一攪 然後就會變成是有巧克力 現在才晚上7點40 然後 店都已經關了 而且今天是平日喔 在市中心喔 我就跟我室友說 欸你的那個 歐洲人是不是都不工作 哈哈哈哈 如果是亞洲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會這個時間 市中心的店都關光光 我們現在在火車上面 準備要回家囉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次 一個簡單的聖誕士集的影片 或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訂閱 打開小鈴鐺 我們追蹤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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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